故宫国宝赴日展出 结果却卡在国力这两个字的争议之上 接下来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 今天冰淇淋时间 我们要到UDN TV国际中心资深记者 同时也是联合报前东京特派员陈世昌 来帮我们分析 世昌哥你好 主播好 各位观众好 这次翠鱼白菜出展 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那目前东京方面的最新状况是如何呢 我们东京日本方面 有照台湾的要求把国力两个字加回去了吗 我们先连线UDN TV记者朱启瑜来告诉大家 请 是的 主播各位观众 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东京的上野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方助力代表沈思纯 还是在和东博的人 持续的来做沟通协商 那因为其实从早上日本时间 11点半到现在 又经过了9个小时 那为什么会谈那么久呢 其实双方现在在交涉的 就是我方的实现问题 因为今天晚上日本时间12点 也就是台湾晚间11点 就是我方策下要把所有的文宣来做补证的时间 但是日方认为啊 有一些文宣他是在地铁站里面 更有一些文宣啊 可能是要越过地铁的轨道 到对面的墙上才可以来做更换 所以可能要等到地铁的营运时间过后呢 才能来作业 所以日方虽然有诚意要来进行这件事情 但还是希望实现能够继续来往后延 这也就是为什么呢 双方目前还是持续交涉 没有一个整体的状况 没有一个进度可以跟大家报告 那所以如果目前有最新的状况呢 我们都会持续的带您来掌握 谢谢 好谢谢祈渝带来现场最新状况 那么日方能不能够在期限之内 把展览的自补证其实还是未知数